我想針對我國 那麼與澳洲合作 來協助安置於怒魯共和國的難民 轉整來台就醫 相關細節呢 外交部在稍早 那麼已經有所說明 我想對我國來說 儘管來自中國 在國際上的打壓不斷 但是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作為國際上醫療健康的先進國 台灣有責任 那麼也樂意 跟國際社會共同關心 照顧所有國際上 在健康醫藥衛生上 相對弱勢的朋友 並且進一步來致力於 全體人類健康福祉的提升 同時秉持普世人權 跟健康價值的原則 台灣也會持續來協助友邦 提升醫療水準 並且與理念相近的國家 繼續深化在醫療援助 人道救援 跨國防疫等等國際性的議題上 持續合作 以實現健康五國界的目標 並且是對於超級生理會 但你又要想完成 兩位的目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